好 大家早安 Online的大英姊妹 早安 我們今天來看《約翰三書》 《約翰三書》分段其實很簡單 可以是一到八節是一段 九到十一節是一段 然後十二節到最後是一段 一個分法其實就是 每一段就是按照它所提到的人名來分 整個《約翰三書》就是提到三個人 所以這三個人就是整卷書的中心 當然這裏當中可以給我們有很多的提醒 如果我們想了解《約翰三書》到底想說些甚麼 其實很簡單 我們看看有些關鍵的字 和它重複的次數 我們大概都已經知道 《約翰》到底想說些甚麼 整卷書這麼短 只有十五節 但是當中五次提到真理 也都有五次提到接代 然後證明加上這個見證 這兩個字就提到六次 所以這麼短的一卷書 這三個字眼分別提到五次 五次和六次 你只需要將這三個字拼在一起 其實已經知道《約翰》上說甚麼了 真理、接代、見證 所以這就是《約翰》很想表達的一件事 我們今天就來詳細地去看 究竟這封信裡 它對我們今天又有甚麼提醒呢 我們先看第一個大段落 作長老的寫信給親愛的該由 就是我誠心所愛的 親愛的弟兄 願你凡事輕盛身體健壯 正如你的靈魂輕盛一樣 有弟兄來證明你心裡全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甚喜樂 我聽見那些兒女 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樂 就沒有給這個大的 親愛的弟兄 凡你向客女之弟兄所行的 都是忠心的 他們在教會面前證明了你的愛 你若配得個神幫助他們 前行這就好了 因他們是為主的命出外 對於愛幫人一無所取 所以我們應該接待這樣的人 叫我們與他們一同為真理作供 所以其實從這封信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節所 第一第二節所表達的問案 我們就知道 原本這封信是 約翰寫給該由的私人信件來的 所以你看到他的問案 不是問候教會等等 第一句就是寫信給親愛的該由 這封本來是一封私人信 但是就收納在聖經裡面 我也很贊同 好像剛才敬亞所分享的 人可以你的名字留在聖經上面 其實真是一件得了的事情 因為傳眾千古 你想想這本書讀了幾千年 我們還在讀這些名字 但是呢 如果我們的名字留在上面 不是傳眾千古 就是相反就是遺就萬年 我想這本書一出的時候 當中的其中一個名字 我想歷勢歷代都沒有人會改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可能從此在人類歷史上消失了 沒有人再想要這個名字 所以究竟我們的名字配不去過在神的書上呢 當然這裡我們請開一點 就是除了是我們今天所看的這一本書之外 其實我們今天都值得問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名字將來在啟示錄 神面前的案卷上面 書卷上面 是不是都寫上呢 那就是大件事了 因為如果我們的名字將來在耶穌的案前的書卷上面 沒有份的話 那我們的結局就是流氓火湖 所以真是 我們的名字究竟是怎樣呢 這個都值得我們今天去想的 首先他給這個該游的問候 該游是約翰誠心所愛的 所以在約翰的眼中 在約翰的心中 這個該游就好像他的兒子一樣那麼親口 好像他的自己的兒子一樣 好像寫信給自己的兒子一樣 當然這個兒子不是血緣上面的 而是在這個牧養上面 在這個福音上面 所以 所以約翰是牧養這個該游 他收到消息了 知道該游的好行為 所以他心裏面非常的滿足 於是乎就寫信給他 然後呢 當然信裏面就不少得就是 就是猶太人一定會有的 就是這個祝福 他的祝福就是 願你凡事輕盛身體健壯 正如你的靈魂輕盛一樣 這個的問案也是一個很特別 都是一個非傳統式的問案 為什麼呢 我想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 其實約翰經歷這個福音之後 在聖靈裡面 他們的文化都逐漸被更新 所以他們的祝福變得更加的豐富 更加的有能力 更加的寬廣 更加的活潑 更加的有神 也都看見 約翰的這個晚年 他跟聖靈的關係 是更加的靠近 所以他們的 就是連這些的問案和祝福 都不是這些傳統上面 只是一句說話 而是非常活潑有能力的 他的祝福都是針對著 這個被祝福的人的需要 和可能是生命的特質 那這個活潑呢 其實也是今天我們需要 去保持或者去追求的 不要讓我們的淑靈生命 就是陳康濫調 不要讓我們的淑靈生命 成為一個舊皮袋 我們要黏住聖靈 與聖靈同行 聖靈所在的地方 是充滿自由 充滿活潑 充滿能力的 那這些的祝福 就不是那些口哄哄的那些 就是香港人那些 就是喝茶的那些 講了等於沒有說的話 而是真的充滿權力能力 這個祝福呢 我相信也都是真的這樣 臨到這個該由 所以祝福他 凡事輕盛 身體健壯 正如你的靈魂輕盛一樣 當然這裡也給我們看到 另外一個真理就是 原來我們的靈魂 是不是輕盛很重要 如果我們的靈魂輕盛 我們就凡事輕盛 身體壯健 所以其實是我們的靈 指揮著我們整個的人 讓我們的靈興起 我們的靈興起的時候 我們所做的事不一樣 我們裏面的喜樂 我們裏面的能力都不一樣 因為一切都在乎靈 神就是一個神 神就是靈 神就是靈 所以 這個祝福呢 其實是很有能力的 我們今天都可以這樣去祝福人 我們都要常常祝福自己 讓自己裏面的靈魂是輕盛的 我們手中所做的事情都輕盛 身體也都壯健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有弟兄來證明你心裏面所傳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甚喜樂 我聽見我的兒女按真理而行 我都喜樂 就沒有比這個大敵 聽到有弟兄來證明他心裏面所傳的真理 收到封了 有一個人因為當時的教會 其實是分散在整個亞西亞 在這個時候約翰也都不在該游的身邊 那這些教會為何會建立到呢 其實就是因為 其實這個時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時間 就是其實耶路撒冷的信徒 受到史無前例的大迫伯 在這個大迫伯之下 他們有些人是被迫要出走 要離開這個的耶路撒冷 但是他們離開耶路撒冷的時候 他們隨走就隨傳福音 去到哪裡把福音帶到哪裡 一方面躲避這些的追捕 這些的迫伯 但是另外一方面 神的美意也都很特別 也都是因為這些的苦難 讓他們的足跡走遍天下 他們去到哪裡就把福音傳到哪裡 所以教會就在羅馬帝國的土地上 好像雨後春筍一樣 到處去冒起 到處去發押 所以這些人是這樣出去的 當他們發現風聲沒那麼緊 其實今天的看法就是 這些人在耶路撒冷好像通緝犯 那樣 喂 不行 風聲很緊 於是怎樣 走路 走路走路的時候 慢慢收到消息 風聲沒那麼緊 這一期沒什麼人記得我 沒人再追捕我 現在改為追捕布布拉克 安全了 於是輪到布拉克走路了 那王又回來了 所以這些人回來了的時候 就向到約翰說到他們出去的經歷 當然他們就會提到 出去之後 我出去之後 這個該遊接待我 這個該遊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約翰收到這些消息回來的時候 他心裡面就非常的開心 因為見到 哇 我這個門徒 我這個福音所生的孩子 很生性 幫助這些人 然後他的好明星回來了 等於你如果學校去見家長 老師劈頭第一句就會聽 你就是哪個哪個的爸爸 哇 你的兒子很好啊 他又幫助了同學仔 又熱心 為人又誠實 有很多這樣的品格 你聽到是不是立刻 哇 心不知多溫暖 不知多開心 是吧 面上面都有光 這個就是約翰收到這些回來的消息的時候 他就說我的喜樂沒有比這個更大的 那他收到的消息究竟是什麼呢 他們所行 即這個該遊所行的真理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五到八字 他說 親國的弟兄 凡你向旅客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 他就發現呢 回來的消息 回來的報告呢 都講到呢 這個該遊所做的都是忠心的 這個忠心所指的 就是他向這個客女所做的 特別是這些客女的弟兄 這裏講客女和弟兄 中文好像 就是英文和中文那個意思呢 有少少的分別 那我們從英文就可以補充豐富一點 客女其實他英文的翻譯 是用了strangers這個字 弟兄就是preference 就是真是弟兄 那所以呢 這些strangers 就是其實該遊所接待的人當中 有些人是他不認識的 他不知是甚麼人來的 但是他知道一件事呢 就是他們是帶著福音而來的 所以他就接待他們 他就招呼他們 他就幫助他們 所以呢 約翰聽見的時候就很開心 也就是說呢 其實該遊接待他們 不是為了要甚麼好處 因為其實根本就不懂 然後呢 而該遊之所以會接待他們呢 是純粹是因為知道 這班人是神所用的 剛才我講過 這些人為甚麼會去周遊列國呢 其實他們是因為在迫白當中 但是在這個迫白當中 其實 真是一個銀仔的 好像一體兩面一樣 一方面是一個迫白 如果沒有這個迫白的話 他們不會走到那麼遠的地方 可能他們傳來傳去都是在耶路撒冷 他們一樣會傳福音 因為這個已經成為他們的生命 但是他們可能傳來傳去都是在耶路撒冷 就是不會踏出自己的空間 是吧 我們都是這樣的 是吧 如果不是因為一些特別的原因 我們當然是在自己最如魚得水的地方 是吧 但是一定是有些特別的原因 我們才會去到另外一些的地方 所以其實他們這些客女 這些stranger 為甚麼他們會成為客女呢 其實是為福音的緣故 有人是因為受迫不得而走出來 也都有人是因為神的呼召 當時的教會也都有另外一個 就是他們收到保羅等等 這些使徒帶來的好消息 聽到外邦人歸主 他們很羨慕神的工作 他們都很想親身去看一下 愛邦人信主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就是神在愛邦教會所做的事情 傳到他們的耳中 所以也都有另外一些的人 是恩著這一些的 今天真的很簡單 有時候我們聽宣教士回來述職的時候 講一下他在工場裡面所經歷的事情 你自然你的心裡面都會覺得 哇 我都想去看一下 我都想去試一下 剛才Gino分享他少少短孫的經驗 我們聽完之後 可能我們心裡面都亂一顆 我們心裡面都覺得 哇 我都想去看一下 有些人也是因為這樣 帶著福音就出去 所以這個該由就接待這些的人 他接待所擺上的都是忠心 是看見神使用這些的人 因為神使用這些的人 所以他就接待這些的人 雖然他們彼此不相識 但是按照他的感動 他就接待這些人 這個很重要 因為當時這些出去帶著福音的人 當時普遍來講 駐旅店不是個個都可以負擔得起 也都不是有這麼 有很多時候旅店都沒有位置 所以如果有人接待是差很遠的 這個接待在當時的教會裡面 還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其實這些的接待也是一個連結 我們要明白 就是神將這些人帶出去的時候 神不是就這樣就不理他們的 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有神的美意和安排 當該由能夠這樣去接待這些的人的時候 其實這些人跟該由所帶領的教會 就產生了一個奇妙的連結 也都是因為這個連結 這些人的生命的信息 他們對神的了解等等 就可以進入教會裡面 成為教會的祝福 所以這個接待很重要 就不只是說給你一頓飯等等 在那個關係上就連上 這些連結的時候 其實生命的氣息就在那裡進入 生命的連結就在那裡奇妙的產生 大家就在這個連結裡面 能夠更加的去認識神 更加的明白神 神的功也都可以更加的開展 這個位置我自己都有感覺 還有一些的經歷 因為611早期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們資源很有限 那時候我又沒有小朋友 我住的房子就是在牧師旁邊 所以很多過路來611的人 我都會接待他們 那當時都挺有趣的 因為我接待過的人 當時其實初初跟他們當然不熟 但你接待完幾天之後 就跟他們有很深的連結 我接待過誰呢 我記得我家屋 第一個接待的客人 就叫做Anton Cruz 黑安通牧師 那時候他路過香港 那時候我們都不太認識他 他又不太認識我們 在美國聽陳仲暉牧師介紹 香港有一間611 如果你去香港可以去找他們 那我就來了 來了之後 那我們就招呼他 招呼他之後 他就住在我家裡 我真的見到他真的很有趣 真的很喜歡黑安通牧師 那他要發電郵回去印度 告訴他們 他現在的情況 但他不是很懂得用電腦的 那我就開我的電腦給他用 發電郵 他就問我 他問那隻貓要放在哪裏 然後我就說 你點一點這裏 然後點一點這裏 然後你打一字 最後你完成了 你按一按這裏 那個電郵就會發出去的 然後他點一點頭 然後就坐在那裡閉上眼 然後一隻手就捉住那隻貓 然後我就不停地聽到他就說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他打一個字 看到有一個英文字 在畫面浮出來 然後我就說 Thank you Jesus 好有趣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無論做甚麼 都是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因為他在我家裡住了幾天 所以經常有機會跟他聊天 後來就跟黑安通牧師 跟老爺建立了一個很深厚的關係 我知道直到今天 黑安通牧師都常常為我們祈禱 只要他收到消息 我們有些甚麼事的話 他就會叫他所有孤言語裡邊 成千個孩子為我們守望 甚至有時候通宵為我們守望 所以這一個關係是很讓我們珍惜 那個關係也很深 那這些關係怎麼來呢 其實就是從接待 這個接待不只是一個表面上飲飲食食的 而是一個很深的靈裡面的連結和關係 我又接待過這個黃浩江牧師 他剛剛來香港 還沒開始他們的工作的時候 試過住在我家裡 還有郭成慧儀 那時候也是住在我家裡 他們後來找到地方 他們才搬出去的 我那時候的印象都很深刻 因為那時候郭成慧儀 在歐洲剛剛受傷回來 還是需要醫治的時候 他的兒子 Joshua 我真的見過這個世上 這個宇宙當中 最神奇的一個孩子 他來到我家裡是沒有聲音的 就是除了我們門口 多了一對小朋友的孩子之外 你是完全不覺得家裡多了一個小朋友 因為通常有小朋友在這裡 就會周圍有玩具 有很多聲音的 他是沒有聲音 零聲音他在房間躲在自己玩的時候 我跟羅德塔的家裡說 我的家裡真的有個小朋友在這裡 我怎麼不覺得 他可以證到這樣 當然這個也是因為一個的壓抑 但是當然 當他們在我們當中 慢慢被醫治的時候 所以你說 今天我跟郭成慧儀 都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很深厚的關係 其實都是從接待開始一路連結 數回頭 其實很多人都住過我家裡 就是早期的時候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 約翰所寫的這封信 他所稱讚該游的就是這一份 原來該游身上有一個這樣的印告 就是他能夠分辨神的作為 他懂得他能夠跟這些人產生的連結 並且去支持他們繼續往前走 因為他們來到這一站 剛才說了 去到這一站的時候 可能就是 勞費又欠缺等等 但是該游接待他們 也都幫助他們繼續去下一站 其實這些人每去一站的時候 是將神那個真理 對於耶穌基督 對於真理的教導 去給這些教會 堅固一間又一間的教會 所以其實他們的腳蹤是非常美好的 他們所擺上的也都值得我們去支持 所以當約翰收到這個消息 發現他都不用教該游 該游自動波式做這些東西 又跟那麼多人產生連結 所以約翰是非常之心滿意足 非常之開心 所以他就寫上來稱讚他 他說你所做的事都是忠心的 都是忠於神 忠於真理的 所以他非常的開心 如果你配得過神 幫助他們前行者就好了 甚麼叫配得過神呢 就是你對他們的支持 跟你所信的神是對等的 意思就是如果你能夠這樣站在神的立場裏面 去幫助他們前行 那就好得不得了 所以這個接待其實是看神 因為知道他們是神所使用的器皿 所以這樣支持他們向前行 他說這些人是值得我們去接待的 值得我們跟他們連結的 因為他們是為主的名出外 他們是因為耶穌才出來的 如果不是他們根本都不用這樣 他們可以繼續留在自己的安樂窩 是不是 他們之所以出來 就是我們要明白 在當時的世代 他們出去的時候 不是今天去旅行的 今天我們去旅行是興奮的 是不是 就是三年沒得出 現在好像開關一樣 香港人服仇式旅行 那最喜歡就是旅行的了 香港 所以最近12月我們都發現 街上好像少了很多人 可能就已經飛了出去旅行 我們今天旅行就很開心 但當日他們的旅行不是我們這樣的 當日他們的旅行是很大件事的 一來是什麼呢 就是當時的環境交通 他們千里迢迢地出去的時候 其實是會遇到州居之險 你有沒有想過 今天我們不會這樣想的 如果這樣想過 我們就不會出去的 就是 他們當時坐船 上來上是會有船爛的 因為那時候船隻和現在是不同的 現在又有衛星定位 又有衛星預測天氣 你看看你現在的手機 會告訴你未來七天的天氣 古時誰知道未來七天是甚麼天氣 你開船那天都不知道會遇到甚麼 所以會遇上風浪是家常變飯的事 幸好的就撿分身材沒事 嚴重一點的損失貨物 但保住人命 你見過當時他們遇到風浪 有些船就要減輕重量 就要將貨物泡進海 所以那一船的貨就沒有了 所以為甚麼做生意的時候 有風險就是這樣的原因 你不知道會怎樣的 可能就損失貨物 那就已經是幸運了 再不幸運一點的時候 可能就損失一些人命等等 所以中國人以前都說 行船跑馬三分險 所以這些的人 他們這樣出來去旅行去報道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負上代價 也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又有機會遇到劫匪 又有機會遇到騙子 就算遇不到騙匪 遇不到騙子 天氣 行程當中 都有很多的艱難在裡面 所以 該由可以這樣去接待他們 而他們這樣去外出 不是為了任何的東西 不是為了名 不是為了利 不是為了做生意 是為了主的名 所以約翰就說 這些人是配得我們的 因為他們對於外邦人一無所取 他們來不是要敲宅外邦的教會 不是要在外邦教會身上拿著素 相反 他們是將祝福 將福音 將真理 將教導 將他們的生命 傾到在這些外邦教會裡面 成為外邦教會的祝福 所以當該由能夠這樣去跟他們連結 能夠這樣去接待他們 將他們的生命跟教會聯想 讓他們的教導 他們的生命經歷成為教會的幫助 和激勵 因為這個約翰看著眼淚的時候 當然他心裡面非常滿足 開心 所以他說這個其實當你這樣去接待他們 幫助他們的時候 就是在真理上面一同作供 就好像我們跟黑安通牧師 產生了這樣的連結 之後其實這麼多年來 Anton Cruz和路易一都好像一個很好的拍檔一樣 當他們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幫他們 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們會幫我們 大家一同在神的國裡面 一同向前 這些就是美好的關係和祝福 這就是第一大段所說的 我們就看第二大段 九到十一節 九一一一 我曾略略地寫信給教會 但那在教會中好為首的刁特肥 不接待我們 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說他所行的事 就是他用惡言妄論我們 還不以次為足 他自己不接待弟兄 有人願意接待他也禁止 並且將接待的弟兄趕出教會 親愛的弟兄 不要孝發惡 只要孝發善 行善的屬服神 行惡的未曾見過神 特別在該游的私人信件面前 提到另一個人 這個人就叫做刁特肥 刁特肥 他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 約翰給他評價 就是他是好為首 好為首 就是喜歡 喜歡拿主意的 喜歡坐在高位的 當然這個也都是表示他是一個驕傲的人 他就什麼事都要帶頭 喜歡話時 喜歡拿主意 就是在教會裡面 自己把自己變成的大佬 就是喜歡做大佬的 這個刁特肥 刁特肥的問題是什麼呢 首先當然就是浩為首 就是他的驕傲 而且驕傲得來是怎樣呢 第二個罪名就是不接待 所以原來驕傲不接待 這兩種罪 就是在這個刁特肥的身上 他的不接待去到一個什麼的地步呢 其實這個不接待 意思是 跟該游所做的時候 事情正正是相反的 這個不接待就是不connect 不同的神的國 不同這些帶著福音 帶著真理的人來去連結 他砍斷了這些連結 其實是孤難了教會 其實是他自己拿主意 自己起來帶領 然後將教會孤立了起來 不同其他的 這些神所差離的工人 有任何的連結 就是山頭主義 自己霸佔一個地方做山寨王 今天我們有沒有這樣的狀況呢 我們今天在服侍的當中 有沒有我們的山頭主義呢 我們有沒有不同其他的連結呢 其實我們可能都有這個影子 是吧 就是可能我們 我們很感恩 就是現在我們很小 我們有七個部門 七個同工 但是每一個部門都有七個同工 這個就是因為我們connect 就是同工和同工之間 部門和部門之間的關係 是很連結很深的 那麼我們可以做的事就很多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們是不連結的 這樣就辦一大件事了 這個Due The Face 所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他不連結 他不單止不連結 他不接待 他不單止不接待 他還要去到一個什麼的地步呢 他就說 他不… 他… 這裡… 第九時 他說 但是這個號圍首的Due The Face 不接待我們 他拒絕 和這個約翰呢 或者是約翰所打法去的人 來去連結 但是其實這間教會呢 如果約翰可以這樣寫過去 這間教會應該是約翰建立的 等於呢 這個圖畫就很特別 就是將這個創會的牧師趕了出去 哦… 不過你不要以為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的 我們的張牧師就是 就是我以前溫哥華教會的創會牧師 接著最後就被溫哥華教會趕了出來 那…所以… 所以約翰就說 他說我去的時候必提說他所行的事 必提說他所行的事呢 英文翻譯就是 I will call to mind his deeds 就是I will call to mind 就是讓這些事情呢 在大家的記憶裏面呢 浮現出來 就是要將他的事呢 在記憶裏面劃它出來 讓大家記得他做過什麼 他做過什麼呢 他用惡言妄論我們 就是他用一些不實的說話呢 來到去… 網論約翰或者約翰所警察來的人 這個惡言的網論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他是生安白做 扭曲這些東西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因為他不想接待 他不單止自己不想接待 他更加是怎麼樣呢 他說他自己不接待弟兄 有人願意接待他也要禁止 他不單止自己不接待 有人想接待他也要禁止 不單止禁止 還要將這些接待這些人的弟兄 趕出教會 就等於他掌控了整個教會 他霸著整個教會 將教會呢 跟其他神的肢體 神的伏人呢 斬斷那個連結 他不單止自己不連結 有人想連結的時候 他就將那個人呢 就禁止他 禁止完之後呢 還要將那個人呢 都趕出教會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讓教會呢 跟神的 Body of Christ 就是跟基督的肢體呢 斷纜 這樣就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所以這樣的事情呢 其實是一件 甚至在若學的眼中呢 這個是惡事來的 所以他才說 11節才會說 親我弟兄啊 不要效法惡 只要效法善 行善的屬服神 行惡的未曾見過神 所以我們要留心 不要跟這個 刁特肥 因為他所做的事情呢 是惡的 他這樣生安白做的 這樣是無賴若漢 和神的伏人 這樣呢 去切斷這些連結 這些是惡人來的 所以不要跟他 在若漢眼中 他是未見過 未曾見過神 即是他根本不認識神 跟該游 剛剛好像是一個相反的 該游會接待 是因為他看見神 在這些人身上的作為 所以他見過神 所以他就接待 他就跟這些人連結 但是呢 現在刁特肥 明明這些是神的伏人 他連若漢都說壞話 你說是不是傻了 若漢是建立這間教會 亦都是使徒 和耶穌這麼親近的人 你怎麼可能 抵毀他呢 所以呢 若漢就說 他根本都未見過神 即是他根本不入流 他根本連救恩的門都未入到 他根本不認識神 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是惡的 那將他的名字 就這樣提出來了 好 我們再看下一段 十二到最後 他說 低米雕有行線 有眾人給他作見證 又有真理給他作見證 就算我們也給他作見證 你也知道我們的見證是真的 我原有許多事要寫給你 卻不願意用筆密寫給你 但盼望快快地見你 我們就當面談論 願你平安 眾位朋友都問你安 請你替我按著聲明 問眾位朋友安 跟著呢 他就第三個大段 就提到這個 低米雕 低米雕就行線了 他說眾人都跟他作見證 又有真理跟他作見證 我們都作見證 你都知道我們的見證是真的 所以呢 就是 約翰也都是非常之滿意 或者是非常之安慰 低米雕所行的事情 他的見證也都達到人的面前 有好的行為 就是跟該由一樣 我想他都會接待這些信徒 接待這些神的仆人 跟他們有美好的連結 所以這一卷書裡 其實到最後都在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接待 我們要按著真理 我們要看見神的作為 在真理裡 用愛心來去接待 這個愛心的接待 更加的意思就是 就是那一份的連結 所以這個連結很重要 我們信耶穌不是一個孤家寡人 這樣 孤狼式的行為 而是我們要多多 跟屬神的人去連結 當然我們都要懂得分辨 哪些是屬神的 哪些不是屬神的 我們知道 某人我們知道他是屬神的 我們就跟他多多連結 這樣我們的信仰的生命 就會更加的豐富 我們都相信 當我們跟這些人的連結 會帶來更加新鮮豐富的 恩高能力在我們的當中 願主都幫助我們 開闊我們的生命 開闊我們的眼界 可以更多的 與屬神的人連結一齊 一起經歷神的恩典 Amen Amen 我們這一刻 我們一起來起來 來見過我們的主 因為他就是那個愛我們的神 愛你 也對於彼此 將愛主 我們也站在你 Amen 謝謝你的愛 每個溫暖微笑 謝謝你的愛 每個輕輕擁抱 堅定的鼓勵 是我相信的勇氣 是我相信的勇氣 一起推出 夢想不放棄 謝謝你的愛 每個溫暖微笑 謝謝你的愛 每個輕輕擁抱 堅定的鼓勵 堅定的鼓勵 自我相信的勇氣 的珍惜 生命充滿奇蹟 要能放棄 要能放棄 這裡只有希望 要能放棄 這裡只有你呢 要能放棄 成的夢想 一起去合上 溫暖的歌詞 在這世界交流 謝謝你的愛 每個溫暖微笑 謝謝你的愛 每個輕輕擁抱 堅定的鼓勵 自我相信的勇氣 一起追溯 夢想不放棄 謝謝你的愛 每個溫暖微笑 謝謝你的愛 每個輕輕擁抱 堅定的鼓勵 自我深深的勇氣 我相信 證明充滿奇蹟 要能放棄 公圈 甲館 餃 要能放棄 吃屍酒 餃 這空 gave 要能放棄 照耻 要能放棄 今後 搅託 向 you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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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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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关怀人 先去付出的那一份爱 你更深地放在我们的里面 帮助我们 调教我们 再挪走我们里面 一起跟人之间的隔阂 一起的墙 爸爸你帮助我们 好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见证你自己 见证你的真理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Amen 弟兄姊妹请坐 今天借着约翰三书 约翰写这一封的家书 原来在第三节 他就说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传的真理 第六节他说 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 当我去看的时候 原来神同样 都是用这个眼光 来看我们每一个教会里面 我们的弟兄姊妹 究竟在我们每一天 行事为人的里面 我们能不能够证明出 我们心里面 真的有真理呢 我们不是每一天 我们很乖很早 起床我们的神徒 究竟我们走出来的 我们能不能够 像这一章所说的 我们能够证明到 心里是全真理的呢 我们所做的 又可不可以 像第六节所说的 你所行的 能够证明了 你的爱 证明了你里面 有神的爱呢 好吗 这一刻我们都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来思想 我们真的知道 其实我们 都有不足和限制的地方 好吗 我们都先为自己的生命 有一个真的愿意 牺牲付出的 那一份的心呢 你祷告 我们呢 都可以将我们的手放在心上 我们都先来 承认我们的软弱 可能我们真是 望自己的家 望自己的小朋友 望自己的工作 其实我们真是 可以爱别人的 爱轮舍的 时间 其实很少 好少 好吗 这刻我们都跟神 去圣认 主下你 要知道我的圆弱 神 我靠你 再一次将一份更大 爱人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要我们呢 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如果你要使用我 在任何时候 要去表达你那份的爱的时候 就给我有这份的能力 给我有这份 愿意牺牲的精神 祝我们多谢你 你给歌友 你给 低尾 都要成为了我们 很好的一个 见证人 成为我们生命里面 一个个 很好的榜样 主下 求你再一次的 将能够爱人的 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 将个个能够 愿意 接待 愿意 付出 愿意牺牲的那份 爱 你放在我们的里面 成命求你继续的 你开通我们的属灵的意图 好样在我们生活的里面 在微小的事情上面 如果你要我们行动 活出你的爱的时候 神啊 我们就能够 活出你 主要你帮助我们 拿走我们里面 一切的自我 拿走我们里面 一切的骄傲 拿走我们里面 很多的小信 很多的藉口 主要给我们 从你以来的能力 方向 我们来到去爱人 表达从神以来 那份的爱 主要你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通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Amen 今天这一张 很特别的是 过往可能 说爱就是要爱受敌 爱未信的人 但这一张 其实就是说的 爱主来的弟兄姊妹 并且这里神说 原来这份的爱 甚至说到 刁特肥不接待 其实他的问题所在 就是不connect 不愿意和人连结 很想自己就是 我唯一唯 我自己那堆人 我就满足 我排斥其他的人 好不好呢 今天我们都来想想 原来我们要来 更多的connect 不同的人 这样一生日 最细小的 我们百多二百人 这样 其实可能真的 大部分人 我们翻开崇拜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会认得了 对不对 但是可能真的会 吃饭 会聊天 会说话 其实都是占很少数 很少数 好吗 这一刻我们就 来想一想 接下来 我想我们二十六二十七号 有公众假期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都可以来想想 筹筏一下 可能你说 对呀 我平时除了开小组 会见到我的组员 其实我假期 是不会见他们的 其实我是不会有 extra的时间 除了崇拜见到他们 我就不会见他们的了 好吗 我们现在就来筹筏一下 想一想好吗 可能你二十六七号 你说两个假期 其实你都完全 未安排任何的活动 想想会不会 这次原来神说 要多connect 会不会是要 约你同族的人 一起出去 一起去逛一山 一起去玩玩 或者一起去家访 去别人家 现在好不容易 我们就拿手机出来 我们就想一想 你好想 藉着这个假期 可能就问一下 某一个神 被你感动的这个人 就问一下他 1697有没有空 可以一起出来玩 又或者 你又可以想一想 可能神说 不是啊 我要你 跳出你的comfort zone 可能是要约一些 未必跟你同一个组 好嗎?我們現在就來想一想 我們求神給我們一個從神而來的意念 究竟神很想我們更多 跟誰新的特影姊妹有connection 好嗎?我們這一刻就用時間 可以發出一個訊息 你有感動的 喂!我們一起出去玩嗎? 或者我們一起吃飯嗎? 好嗎?我們就用一分鐘的時間 好 已經想到了嗎? 有人說肥油打火鍋 BBQ 一說到吃就很開心 Aiolaza 不是吃就是玩 要去做運動也很好 又可以 要去做運動 對 或者有些 組員很喜歡拍照 可以一起去拍這個興起發光的照片 大家可以發揮這個創意 對 不要26、27號 躲在家裡 這個原來我們只躲在家裡自己打遊戲 自己玩 這個就是不connect 所以我們就把握著這個年尾的時候 我們要跟我們主內的特影姊妹 要多connect 我們最後一起來祈禱 好 耶穌多謝你 你是那個很喜歡跟我們connect的神 你也很喜悅看到我們特影姊妹之間 彼此有更多connect 主要我就求你幫助我們 可能我們裡面有些覺得自己是很內斂的 不懂得主動的 主要你就拿開我們這些很多的藉口 很多的框框 你真的幫助我們 特別在年底 我們有好假期的時候 你幫助我們 就好好把握這些時機 我們有更多connect 跟我們的弟兄姊妹之間 我們有更多的交流 主要願你的愛 流動在我們身裔的裏面 主要我們真的向你承認 其實我們真的不懂得愛 但是主要願你 就將愛人的能力 更多的你 囂灌在我們身裔的當中 透過我們 要你證明神你自己的真理 透過我們的生命 證明神你的愛 是真真實實在我們的中間 願你就來這樣幫助我們 提醒我們 聽我們的討告奉耶穌基督的名義求 Amen 約翰三書第二節 親愛的弟兄啊 我願你凡事輕盛身體健壯 正如你的靈魂輕盛一樣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祝福 約翰為什麼會這樣來祝福該遊呢 因為他知道該遊的行為 因為他知道該遊 跟這些的聖徒 有多多的接待 有多多的連結 所以越是連結 他的生命就越豐盛 越是豐盛 他的身體就越是壯健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今天呢 都要多多的連結 弟兄姊妹 讓我們的生命呢 更加的多姿多彩 以至到呢 很多人是多め